这么完整详尽的一个袭击计划 没有两个月 肯定是搞不起来的 怎么会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啊 太不像话了 这详尽这么难话 大家都到齐了吗 除了山报里的两位主官在路上 其他人都到齐了 好 那就开始吧 大家请坐 今天 今天把你们几个单位的领导 召集过来我们开个会 昨天晚上山报旅 搞了一次小小的战术演习 被袭击的单位是 C集团军下属机关 战区陆军机关直属单位 由于事先没有跟大家打招呼 造成了很多同志的不满 还有责问 这件事情 也惊动了陆军啊 邀请我们把 情况彻查上报 这样下去好了得 这哪是演习啊 跟恐怖袭击 有什么两样 军改我不反对 但要有章法 要有秩序 这么个高法 能提高战斗力吗 就是嘛 我是看不惯的 思琳 你说吧 今天请大家来 只是想听听 大家的看法和意见 算是查话会吧 出这么大的事 一个油料库 一个几百台车辆的战备车厂 几乎就是一夜之间被端掉了 开个查话会就算完了 我还是完不了的 只是想听听你们 算是受害者的申诉 那原副军长 你先说 好 我们已经把情况如实汇报 我们不反对 高燕熙 如果有通知 有预案 我们肯定会积极准备 尽力协助 希望 能够跟我们军的 军领导 通个风也好 现在谁样高 弄得我们很被动 对山暴旅 也不能太放纵了吧 还有什么意见 都讲出来 他们所讲的意见 也是我的看法 战时和非战时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搞这种突然袭击 我认为 是哗众取丑 山暴旅打败808 909 我看 凭的不是真本事 而是歪门邪道 如果事事都可以这样 还有什么道德 正义 规则 纪律可言 演习就是演习 没必要搞得 那么耸人听闻 沈咱们长 山暴旅这个计划 你知道吗 知道 既然知道 你就应该 跟这几位首长 吹吹风啊 哪怕是跟鸡团军的首长 同不齐遥 弄得大家回头土脸 虚惊异常 对山暴旅满度的意见 司令员 政委 这个课题 就是我下达给他们的 同志们 作为专业化的蓝军部队 就要有针对性的选择 占取所属部队的 某些薄弱环节 进行攻击 这就是敲响警钟 达到警示作用 战区陆军参谋部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发现 部份海边防部队 战区陆军机关 直属单位 在安全保密方面 漏洞较多 这怎么可能呢 其实几天前 战区陆军就下达过 警钟行动的演习通知 不能说没有提前吹过风 没有打过招呼吧 可是恰恰就没有引起 一些单位的足够重视 抱着侥幸心理 还在等待着战区陆军 在进一步地告诉你们 几点几分 山暴旅要攻击哪个单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急需防范的漏洞 能这么明显地暴露出来吗 这仅仅是一次 内部的演习 如果真的是 境外的黑客来袭 这个损失和后果 你们自己去想吧 潘旅长 佟政委 参部长被司令员 叫到大会议室开会去了 大会议室 是啊 司令员 政委 财务处 干部处 情报处 歪极端军和保障部的领导 都在呢 你们抓点紧啊 看来这事不行 一会儿见到首帚 你别说话 我来说 军事训练上的事 我能不说话吗 这不是光军事的问题 这是违反纪律的问题 是我政委该管的事 党委书记该出面了 不是 我觉得这闲事 你们别管吧 你不是马上就要走了吗 我一天没走 一天就是这个旅的政委 同位 王爱集团军 是担任第一战区 沿海重要战略区 作战任务的部队 也是这一前沿要塞区的情报 和网络信息的集散中心 电脑多 节点多 经网络调查 发现防御漏洞很多 山暴旅黑客小组 在演习发动前 几天就轻而易举地 攻击了这些漏洞 只是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啊 战区陆军赋予山暴旅 在这次演习中 有一定的自主权 战术上 山暴旅自主决定 应该说山暴旅 并没有违规行为 只不过 和我们习以为常的演习形势 有所不同罢了 山暴旅今天凌晨三点发烂 哪怕提前一小时 和我不通知一下也行啊 弄得我们 真以为出了大事呢 不 如果都事先告诉你们了 这次演习 跟走过场就没什么两样了 大家的意见我都能接受 如果受到了惊扰 我向在座的各位 赔个不是 刚才沈参谋长 也把为什么 不事先打招呼的理由 跟大家解释了 还有什么意见 请司令员指示 今天呢 是茶会会 就不算这种指示了 喝了茶 我也想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 今天凌晨 接到报告 说 油库被烧 车厂被炸 一上班呢 又有几个部门向我 汇报 重要了情报时到 而且 还被人偷走了两千万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 说真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这个司令员 肯定是当不成了 我喝杯茶 静下心来想一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进攻 如果不是山暴旅 是一股真正的境外敌人 怎么办呢 我们还能像今天这样 坐在这儿 品茶聊天发牢丧吗 不会了 到那时候 我们就军事法庭上见了 大家觉得 这种突袭 摇烂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不是和平时机 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大家还觉得 你是十分受委屈的受害者 是吧 关键是你让山暴旅这么一折腾 搞得威风扫地 没有脸面 总之 你们是不满 是愤怒 还要去声讨山暴旅 再胡作非为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经营的这份家业 是你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吗 不是啊 那是党和人民的 你们没有经营好这份家产 难道能怪罪山暴旅吗 能吗 什么叫使命敢责人敢 我今天真是糊涂了 我们以前经常用电影的一句 经典的台词 来调侃国军的遗昧 怎么说的呢 说 不是我们无能 而是共军太狡猾 如果把今天这句台词 套用在这点世界上 能不能这样讲 不是我们没有警惕性 而是山暴旅太滑头 不是我们没有准备 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到 战区陆军的正式通知 能这样讲吗 能吗 小偷要偷你的钱包 他会告诉你 同志注意了 我要偷你的钱包了吗 这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 同志们 我们肩服着重要使命 肩服着江土 领海 领空地捍卫众人 却每天 抱着这种极其幼稚 美妙的理念去生活 这让我十分想不通 这份警钟行动 我刚才翻了一下 山暴旅 想做的事情 一夜之间 全部攻击成功 这暴露了我们的防范意识 额落到了起点 防疫措施 漏洞百出 千疮百孔不堪一击啊 难道这种警钟 我们不该敲吗 俗话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们领导机关做错了事情 我们怎么去要求基层啊 今天山暴旅的警钟 对我来说 实感真能发魁 我是要脸面的人呐 你们丢了面子 我和政委参部长 这脸上能有光吗 这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了 是 这里呢 有一杯热茶 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喝 筋筋肺腑 回去后 好好动动脑子 琢磨琢磨 也许 你的思想就变化了 这废话就少多了 好吗 来 来 三会 本来有一个事情啊 要跟您汇报的 但是 参部长 韩鹏和佟飞在办公室等您呢 让他们一起进来聊吧 把他们两个叫到这儿来 好的 司令 司令 政委 这件事情我没有及时汇报 我有责任 沈他们长 我看出来了 你一直在袒护山暴旅啊 山暴旅刚刚组建不久 干部的年龄都比较轻 热情很高 但是 难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您刚才不业 为山暴旅 担了不少的压力 我可不想维持袒护责任 警钟意想 请到这儿了